你吃吧 又还夜了 所以我写了一宿子俗状 来死了 那你先写吧 我去忙了 小哥 你怎么又来了呀 我今天约了朋友见面 今天没什么人啊 正好 没什么人 我聊天更方便 您好 您好 要一杯美食 这谁啊 没谁了 我最讨厌那个 李健健她男朋友啊 走吧 这看着还行啊 没像你说得跟变态一样 这就还行啊 你瞎吧 这就还行啊 那你觉得李健健 得找个什么样的你才满意 李健健找什么男朋友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她还没到年纪 她又不大 她先事业为重 那你的意思就是 她不需要找个人陪吧 有人陪她 我和林娇以后都陪着她 她也不需要 她不需要 你现在国外 没有交个女朋友 开什么玩笑 我哪有时间交你朋友 也没有喜欢她 我哪有时间喜欢别人啊 就等着回来找李健健 对 慌了 破什么呀 你把话说清楚 你 喜欢你没 我怎么可能是 你怎么会否认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无时无刻地都在想着他 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他 而且只有他 除了他别人都不行 去你那能一样吗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就觉得挺好的呀 你要跟李健健结了婚了 你俩就在一个活本上了 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固扰的思维里边 你还个角度想想 你所有重要决定的动机 是不是单纯的 我 我有什么什么动机 我就是单纯的对他好 合着他们说你是到插门的童养夫 这不是开玩笑啊 这是你人身定位啊总财 你怎么话这么多呢 你写写写个东西写不死你 写写写写写写写